这辆车绝对是马来西亚市场电动车的黑马 据说它的价格跟 BYD Dauphin 非常的接近 它就是 MG4 今天带你看这辆车 在影片开始之前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虽然讲这辆车是 BYD Dauphin 的对手 可是实际上它瞄准的是 BYD 的两款车 一款是 Arto 3 一款就是 Dauphin 它也是一辆 V-Segment 的 XUV 车型 那么在外观设计部分呢 这是真的要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 MG4 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特别喜欢它的 LED 头灯组 根本都不像这个价位会有的精致感 而且上面还写着 SAIC Full LED System 你可以看下去它整体的细节都很不错 不过要跟大家讲就是它的入门版本方向灯是在这边的 不是在这边下面 所以其实如果你买入门版本以上的其他三个车型的话呢 整体的视觉效果会更好 另外呢同样的也是除了入门版本以外呢 这辆车是配备这个主动进气格闪的 也就是讲呢在一定的速度下 这个进气格闪会打开给你更好的空气力学 带来更好的加速表现跟更长的续航 然后中间也有一个雷达 所以这辆车其实是支援 Artax 系统的 Maisia 的 MG4 有四个车型可以选择 我身后这辆就是排名第二的 LUX 版本 这个版本配备的轮圈是18寸 另外呢它的轴距达到了 2700mm 内部的空间表现其实还是不错一下的 相比起海豚的文文如雅 这个 MG4 在外观设计上面更为激进 更加运动 你看直接给你一个这样大的尾翼 看了都爽是不是 而且呢这个突出的尾灯组呢 它也有一种尾翼的效果 你从侧面看的话整体的冲击性真的很强 而且呢它的这个 3D LED 尾灯组也很有辨识度 看到吗 整条去的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啦 不知道你们怎样看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然后呢打开它的尾箱 OK 因为这个是第二的版本罢了 它不一定是最高配版本 所以它是没有这个电动尾门开启的 打开之后这个尾箱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是中规中矩没有到太出色 打开这边你可以看到打风机跟补胎计 我觉得以这种电动车来讲 其实它主打的范围就是在城市驾驶 所以这种补胎计的东西好像也足够了是不是 因为这个是一个纯电动车的关系 而且它是后轮驱动为主 所以这边是没有东西的 它放的只是一些那种雨刷水啊 然后还有这个冷气的组件等等啦 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啊 这一个车型呢 它有四种不同的引擎配置 如果是在最入门版本 也就是讲跟海豚价位接近的那个版本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68hp 峰值能力表现250Nm 官方的数据它可以在7.5秒完成0到100的加速 至于在这个续航部分呢 它在WLTP的测试值下呢 它有350公里 对于四驱驶非常足够了 那么你以为这样子就完了吗?其实不是 这一次MG Malaysia呢 会引进这个X Power的版本 这个X Power采用了前后双电机的设计 它的马力表现呢非常的惊人 它的前后双电机可以给你 429hp的马力 600Nm的峰值扭力 0到100加速只需要3.7秒 你用一个这样子的价钱呢 你可以买到一辆加速表现媲美A45的车款 它不香啦 同样的在WLTP测试值下呢 它的续航可以达到385公里 如果你觉得300多公里不足够的话 其实MG4也提供了一个高续航的版本 那高续航的版本呢 它的续航可以超过500公里哦 电动车充电的部分是最重要的 而这辆车的充电部分呢 也是它对比其他同价位对手最强的地方 如果是DC直流电的话 它支援最快150kW的直流电充电 如果是AC的话 它支援7-11kW的充电速度啦 我觉得这样子的速度其实不错了 尤其是对比它的对手 它的对手基本上都是70kW 80kW 但是它自己给到你150kW 而且重点是呢 它的充电口是有这个提示灯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很便利的小功能啦 这辆车的组装好不好呢 我给你听一下关门声你就知道了 听多一次啊 MG是很内装设计 主打的就是一个简洁 这样子的设计风格你喜欢吗 我自己是很喜欢啦 而且呢它的质感的部分 我觉得还不错 最起码它有接近这个 Hyundai Elantra 跟这个 Mazda 3 的水准啦 不过有一点比较可惜的是 它只有在这个中控台上面呢 是软质塑胶 但是门板这边是硬质塑胶 但是这个硬质塑胶呢 就不会很像那种 Proton Saga 或者是 Myvi 那种 Plastic 的感觉给你 其实摸下去的质感还是很好的 上面有一点纹路 我没有骗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 会有10多间MG的经销商啦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车一下的 然后这个萤幕的部分呢 这个萤幕是10.25寸 这个是7寸 两个都是全输微化的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 它萤幕的分辨率呢 绝对是掉达市场上很多200千里面的车啦 单单这个萤幕来讲的话啦 然后它的使用也够流畅 我觉得基本上卡顿不明显 然后我最开心的地方在于 保留了一定的实体按键 例如讲这个冷气的控制是实体按键 然后音量的控制是实体按键 然后Home Button也是实体按键 不过冷气如果你真的要调整的话 你开冷气过后 你还是必须通过这个触屏去拉这个温度啊 拉这个风量等等啦 这边呢就有一个高台 这个是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机做来的 然后它的换挡方式是旋钮式的 而且上面好像还有灯 看到吗 一圈橙色的灯 非常非常的精致 这一点真的是在200千里面的车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它的电子手刹车也在这边 如果是以驾驶者的姿势来讲的话 我的手伸过去我就可以换挡了 我觉得这个user friendly 的部分做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下面也有很多的置物格啦 有杯架啦 有这个放钥匙放零钱的地方 还有中央扶手 不过比较可惜的点在于这个车的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呢 都是必须连接Cable才可以使用 并不是Wireless的 而在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这辆车基本上全车系也配备了 Atas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什么都有 重点是哦 它Selling上面的这个控制面板哦 它是一种analog 的设计感 就很像这个PS5 或者是Export的Control 有没有 它是可以这样的转动的 它不是button 它是一个analog 这个是目前我在很多车上面 比较没有看到的功能啊 所以让我真的是很惊奇 然后在一些便利性的功能部分呢 这辆车是支援Auto Parking 系统的 然后除了入门版本之外呢 全车系都有360度精头 最后在前座我要跟你讲的 就是它的舒适性的部分 这个椅子的包覆性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 你看我的身高是181毫 我坐在前面的话 基本上它已经cover到我的肩膀以上了 所以我坐姿是很舒服的 然后大腿的支撑 椅垫可能就稍微短一点点啦 不过对你来讲怎样的话 我是建议你自己去试驾一下 我之前就有讲到 这辆车轴就是2700mm 后座的空间表现应该不会太差 坐下来之后 表现确实还可以接受 看到吗 这个是我的标准坐姿啦 我的拳头大概还有两个拳头的位置左右 只是它的头部空间 比我意想中还要少一点点 你看如果我坐比较直的话 只剩下大概两个指头的头部空间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 我身高是180亿啦 所以你不是人均18亿 所以你身高没有那么高的话 你坐在后面的话 应该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压迫感 然后后面这个皮革摸起来 你看真的是超软 这个质感方面真的可以偏到人一下的 然后这个门板摸上去的感觉也很好 不过很可惜 硬塑胶来的 然后这边也没有这个中央的扶手啦 后面也没有冷气出风口 然后最可惜的是 没有我喜欢的氛围灯设计 不过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到一个75分左右的 如果是给你的话 你会怎样打分呢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NG是已经在马来西亚开放预定了 这边我们会放出它的预售价格 大家觉得看了这个价格之后呢 你会不会选择它 我可以跟你讲这个NG呢 真的是一款超乎我们想象的电动车 所以我建议各位有兴趣的话 去看车去试驾一下 你可能会喜欢 我自己最期待的就是这个X-Power的版本 等新车发布之后呢 我们跟原厂借下看 借不掉这辆车来试驾啦 还有一点就是在28号的时候 Pavillion也会展出这个X-Power的版本 大家有兴趣去看车一下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